你们怎么了 你上头下歇的病人 我能对你怎么着啊 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啊 我知道 这需要时间啊 不是说好了 要带康帅去看眼睛了吗 这肯定在穿吗 这这么一大堆东西 肯定有问题 就用这个 他得的是研发性脑癌 脑癌 你说康帅得什么病 你跟我说清楚了 说的东西是什么 不想过了 现在就懂 我要跟你离婚 虎坊栏目剧 十集迷你剧集 好运来了 第八集正在播出 我给你介绍了一段新的音乐 是你 我姑妈 神经科的主治医师 改天我约好 直接开车来见你 说你这都有动静了 你还打算拦下去 我知道 我不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你看看我戴着这些衣服 不行 小朵是我孙女 我怎么能让我孙女 穿这样过过烂烂的衣服 你不想再衷了 我不愁找不到人的 好啊你 你以为我想赖在你这儿啊 我早了还没长大 你这个大逆孤岛 我们不是两个新的 不要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我们来看第八集故事 前面我们看到了 童谣和老公康帅 曾经是标准的 丁克一族不要孩子 但之后呢 孩子却意外地来临了 两人是毫无准备 措手不及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呢 他都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但是呢 童谣刚当上 莫米球的电视主播 又担心 或因此而想适应 所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来隐瞒怀孕的事实 可是只能够抱得住火吗 这怀孕一世 还能够隐瞒多久呢 不过童谣的总说 等准备好了 会公开怀孕的消息 而丈夫康帅呢 很疼爱他 也拗不过他 只能是配合妻子 不停地去撒谎去演戏 甚至不惜演得自己 双眼失明 为此啊 两人真是深受欺困 而另一位主人公 实际记者叶子呢 自从收养了执女小虫之后 不仅失去了男朋友饭店 还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一点点地蜕变成了一个海岸妈 每天不仅照顾小虫的饮食起居 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尽管呢 也去相亲过几次 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机缘巧合 他呢 和隔壁搬来的新邻居李树 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奖 那叶子 小虫李树 他们三个不想怎样的精彩戏份呢 另外一边 是田人前进呢 他们家的矛盾呢 可谓是愈演愈烈的 有些受不了吵 田园收了二胎之后 婆婆就搬起来照顾田园 但是呢 在很多问题上 婆媳二人都是摩擦不断 包括生活和孩子教育问题 前进啊 是心疼母亲 指责老婆不够懂事 不够尊重长辈 但其实田园自己呢 他又觉得 老公一味的偏袒婆婆 这样自己十分的心寒 因此夫妻的感情 也渐渐的出现了很多裂痕 田园呢 是一气之下 抱着小朵就回娘家了 那么紧接着 这三个家庭 他们的故事 又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哎呀 你说他这一个人带着孩子 能上哪儿去呀 妈 你就别急了啊 这么晚了 他什么都没带 他能去哪儿 哎呀 你这会儿 什么 接呀 你快接呀 喂 喂 亲家 那天田园带着孩子 让你那儿去没 是 田园在我这儿 你们放心 哦 哎呀 急死我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亲家母 田园他性子急 说话也直 但是他没有恶意的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 回头我劝劝他 那好 那好 那 辛苦你了啊 好 晚安 哎呀 这下好了 回娘家去了 哎呀 我说你呀 也别跟田园置气了 啊 他年轻 性格又强 今天呢 我也 我也有责任 不应该跟他置气 要不然 我怎么会冲出去呢 现在想起来 真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 哎呀 这日子 该咋过咋过 我不会扔下小朵不管的 别因为我 影响了你们 啊 明天 你去把田园给我接回来 听见没 你听见没 知道了 哎 真是我孩子 懂 嗯 下一步闻到美好香哦 是不是李叔叔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跟你没关系啊 别搭了 走啊 小虫 哎呀 小虫 回来 回来 小虫 你怎么两下没看见你就往那边跑了 我饿了我要吃烤肉 哎呀 我跟你说以后别笑那家门了 听到没有 你再笑的话 我把你一拍拍牆上扣都扣不掉 走 哎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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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看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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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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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找不着开花管 你才能听见这个时候开门 你成心了吧你 你眼睛肯定会长窗的 我看见干净的东西 眼睛还生窗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把 真的说出去的话 我给你同归于见我 你最好把这段记忆 我全会删除了你 不是 你也得有料 我才能记住啊 你 对 你还看你 好好好 我不看了 我回去了啊 拜拜 拜拜 真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好 拜拜 小姨 我们好像进度了家门了 要不 你去找物馆吧 我不敢小姨 我要你陪我 我这个样子 我怎么去啊 你说慢点啊 小姨 你去哪儿 没有 我才不吃你自己吃呢 我才不吃你自己吃呢 我 你 好了啊 你快进去吧 要着凉了 去吧 还有三美 还有 哎 金哥 童言 你干嘛呢 不是说好了 要带康帅去看眼睛的吗 不用了 金哥 不用麻烦了 麻烦 是我麻烦还是你麻烦 我天天那么多事那么忙的 我还得想着你们的事 带你们去看眼睛 我有病是吧 我 我 你我什么我呀 你这个主播连我都说不清楚了 好了 你赶紧收拾这些东西 给康帅打个电话 我这边审完片子过去找你 好 我们要进行这个 我们要进行韩期的这个亲子油促销活动 房间也预留好 人员呢也都集中安排在这个接待期间 好 请先进啊 这个客房部一直打电话 我估计有急事 我出去接一下 你你你赶快去看 好 现在 对呀 我都火上眉毛了 现在 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 我正开会呢 好多高层都在 我不管啊 你三十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不是啊 老婆 我真的走不了 你再说了 我们酒店离家那么远 三十分钟我哪能到啊 那我怎么办啊 我现在都火上眉毛了 小康康 你不忍心看着我骑虎南下吧 那行 那那那你等我一下 我想想办法吧 啊 好好好 出什么事了 呃 有个客人啊 来捉监 正在这闹事呢 不可开交的都 那你赶快去看看 好好好 我过去看看啊 快去看看啊 我马上上车啊 你拖了点时间 我就三十分钟我就逗不了 好 我尽快 赵哥 你能不能开慢点 我有点晕 晕 晕 没事 没事 哎 好 慢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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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也看不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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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不是自己家一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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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他眼睛都这样了 还能一个人出门 就是 你说这个康帅 太不让人省心了 可是你这老婆 打得也挺有意思的 你没跟他说 今天去医院的事 我我 我说了呀 说了他跑哪儿是吧 何帅 谁 你谁呀 你怎么在我家 谁 谁 我呀 你怎么找我家什么名的 哎 老公 是我还有晋哥 听过了 哦 哦 晋哥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我我这眼睛不好使啊 这这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明白 你眼睛都这样了 还敢一个人出来啊 哎呀 就是啊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你跑出去干嘛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在上面待着无聊 我下去溜达溜达 我健健身 怪不得我看你满头大汗了 老帅 你眼睛不好 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 安全第一 我已经在医院越好 啊 我现在就来进去医院看眼睛去 好 好不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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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走 我累死我 你这不要脸 你不知道他是有老红的 有家似的 你这女的 我这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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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手机响了 你帮我拿一下 可以 滑一下 好 喂 喂 康总监 28楼出事了 现在一个女的 现在一个女的正在大事 不会有住行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好 这好不平坏的 你哪 那那个 我现在在外面有事 你先帮我押一下 哦 好好好 我说 我说 你在家里休息还忙工作的事 哦 对啊 那个我们酒店啊 比较忙 我也回不去 只能这个电话要过 别难说 你说 我对你都好 你还这样对我 儿子你养了这么大 你 你是不是啊你啊 你啊 你这儿闹完了 回去说吧 回去说 好吧 我叫你干吗 不得出来了 我的臉 我叫你 哎呀 好吧 欸 怎么办呢 抱开一下 你老婆 喂 看不见 现在场面控制不了了 你快回来吧 怎么还没处理 康帅不是过来处理了吗 他人呢 说我来过了 他刚刚来过 赶快处理 别照着你一眼 你快回来 好 我尽快 好 我尽快 好 酒店的电话 我说你们的酒店也太不人道了 你眼睛都这样 还给你安排那么重的工作压力 是 我们酒店跟你们电视台评论 我跟你说 你什么都别想 先把眼睛看好在这 对 走 好 怎么样 怎么办 医生要看得出来没事 怎么办 我总知道 把这肯定给穿帽 这这么一大堆东西肯定有问题 就用这个 过了吧 怎么办呀 你除了四神经 有障碍 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您这哪方面 比方说 呕吐啊 头痛啊 有 对 偶尔会有 你是他家属吗 对 我是他爱人 没什么 回去 这样一段时间就行了 千万不要劳累 保持心情舒畅 好 不要让他生气 对 是好一点 对 总之啊 积极治疗 总会好转的 好吧 姑妈 那我们先回去 改天我再请您和顾夫吃饭 好好好 走 那我们走了 小姐 你留一下 我给你开点药 你们可以走了 行 那你们先回去 慢点啊 好好好 慢点啊 谢谢郭哥 好 慢点啊 谢谢郭哥 给你开了点药 记得按时吃 你这个头痛啊 就是由于精神紧张造成的 算是吧 你得保持心情愉快 知道吗 姑妈 你现在都跟我妈一样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的朋友 情况很不好 什么意思 刚才我当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围 从病人反映的症状和这张片子反映的情况来看 他得的是原发性脑癌 已经到了晚期 脑癌还晚期 这怎么办呢 从片子的情况看 总流已经侵犯到老干 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了 这样 你既然跟他家属关系不错 你就去先跟他说说 让他尽快到医院来找我 好商量处一套治疗方案 好 我知道 闹事的客人怎么样了 看不见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问你闹事的客人怎么样了 事情来不及时了 不过是总监亲自解决他 真的 他现在正在展觅 你赶紧去找他吧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堂堂的客房部总监 一人跑到哪去了你 我 我 我肚子疼 都好去了 你 对不起 叶总 是我的错 我会深刻的反省 自己的失职给酒店带来的不良影响 还有 鉴于我善离之手 我愿意扣出半个月的奖金 作为处罚 罢你 一个月 回去好好反省吧 去吧 要是 田主编 你手机出问题了吗 陈总男的电话怎么没接啊 手机落在家里了 他说需要联想地产展场的图片 让你赶快发给他 好的 图片也在手机上 什么 忘带手机了 天远 你最近怎么老不在状态啊 我 对不起啊 陈总 没事 好在人家图片不急 下次注意啊 最近流点神 职场要的可是竞争力 据说上次总部对你的陈述是最满意的 你怎么知道 他一个学姐就是总部人力资源部的 这消息绝对可靠 好 尚准 你要是高盛了可别忘了我红击的 小雪 这是你赢得的 这是你赢得的 你回来了 回来拿点东西 小酒东西都在这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自己收拾东西呢 我怎么想的 还重要吗 你关心吗 你就只知道你妈 哦 还有前途和小短 我算什么呀 我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烧饭做菜的老妈子吗 铁儿 你妈不是 我是 我吃饱了撑的 当初你妈生气 是谁买的按摩乙区的那家 你这个做儿子的做什么 你妈一来我们家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说什么 还有 背着我给前途报信去关 说前途偷钱 这些事情我就在你面前发发牢骚 看你什么态度 你就知道让我忍让我无限度的去理解和包容 你怎么不想想 我也是人啊 我也有我的情绪和底线 你就知道你妈那么多 你要觉得全世界就是你妈好 你还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 你给你妈过得了 铁儿 你说的都什么混账话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付出 我甚至我很感激 但是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体谅自己的母亲有错吗 行 收拾东西是吧 不想过了 拿着 拿着 现在就走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 前进啊 我告诉你 我要是走了 你就别指望我回来 我要给你离婚 李小离 李小离 厉精 吃饭了 来了 快 来 尝尝 小鱼,你肚子没弄熟吧,好硬 是吗? 我觉得熟了呀 只是不太透而已 坐回来吃吧 真够熟的啦 吃吧 我跟你说啊 这食物如果煮得太透的话 它里边的维生素啊 都被高温全部杀死了 没有一样了呀 这样才有一样的 是吧 你怎么不动啊 没胃口啊 怎么了 病了 老婆,你怀孕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领导说啊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啊 今天别提这事儿啊,别影响我胃口 好好好,不提,不提,不提 不,可是你知道吧,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去医院给你救火啊 我都没有处理好酒店的突发状况,我被老板骂了一顿 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在你面前呢,我就是个二伙 可是我在工作上,我绝对不含糊呀 我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啊 我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啊 这么严重啊 对不起,老公,我们不知道 我呢,倒没什么事儿 可是,老婆,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啊 真的,你这撒一个谎,就要编更多的谎话 这谎话编的呀,是真的太累了 你,把你所有的顾忌都放下 我们过得轻松点,好吗 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去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宝贝,妈妈出差啊,走得远 快去,你不是要上个医生间吗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记着洗手啊 怎么回事儿 她回来过 回来过 那,人呢 走了 她要跟我离婚 什么 小爷,快点,我手不留,快点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都不留了 你怎么也同了呀 我不知道啊 快点 吃饭什么东西了吧 拿着,拿着,拿着 小冲 快点 小冲完了没有啊 马上 我肚子又痛了 快点 马上 快点 小冲 我们去医院 小冲 我们去医院 走 小冲 怎么样 小冲 医生说了 小冲没事了 她现在睡着了 别过来给吵醒了 还有你 你就别动了 你上吐下歇的病人 我能对你怎么着啊 谢谢你啊 知道你俩为什么在这儿吗 不知道 你俩就是因为吃了没熟的四季豆所以中毒的 四季豆 没熟 还有毒啊 你连这点尝试都没有 你是怎么带小冲呢啊 医生说了 你俩啊 把这夜说完就可以回家了啊 你先睡一会儿吧 这边啊 我帮你们俩看着啊 这边啊 我帮你们俩看着啊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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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姓哥吗 那不是姓哥吗 要不要说呢 那不是童颜吗 要不要跟她说呀 侯爷 对 康帅她还好吧 挺好的 那嫂子和宝宝还好吧 叫梅雅 可以 来 走吧 来 一个关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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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是我直中班吗 好 她班表上不是都写了吗 对啊 是啊 那我先走啊 哎呀 这事怎么说呀 算了 待会再说吧 早就应该请你吃这顿饭了 之前也不少麻烦了 哎呀 客气什么呀 举手之劳 再说了 小虫也很可爱呀 我还挺喜欢她的呢 可爱吗 我怎么不觉得她可爱 呃 其实吧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为什么小虫一直跟着你 她的爸妈呢 前阵子 前阵子 姐姐和姐夫 出车祸去世了 所以小虫就一直跟着我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过去了 不过我觉得和小虫生活在一起 也很开心啊 真没想到 你过得也挺难的 之前 我一直以为小虫的爸妈 在外地工作呢 我也没想到 我怎么这么快 就当孩子她妈了呀 谢谢啊 好 谢谢 小虫 来 吃饭了 过来吧 来 谢谢 来 我给你吃 来 别烫了啊 下头 来 给爸爸 该睡觉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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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儿 你跟你领导说的吗 嗯 遇了点阻碍 你呀 就这打心眼里 你不想说 你在逃避 哎 你知道什么呀 就凭你那点小聪明 就对我内心 妄自揣色啊 我说了我会说 至少我今天做出努力了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 不是 可是你说了吗 你不是还是没说吗你 你觉得你跟我点打圈圈 有意思吗你 啊 早晚都在说 这话咱们是不是说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啊 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不显怀 可是肚子真大的时候你藏得住吗你 你说你天天默默唧唧默唧唧弄得自己怪难受的 让我也跟着受折磨你 哎 我知道不就是对你工作影响了吗 你以前也没见得这么步步紧逼啊 你成天婆婆妈妈唠唠唠唠唠的你有完没完啊 好了 别耐嘴硬了好吗 我就知道你不想说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一夜障目 掩耳盗零 饮阵之渴 你知道这几个成语的含义吗 你就在这身扮硬套断章取义张冠礼带跟我平嘴 你还弄了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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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童言呢 他还没跟单位领导说 你说那事啊 哼 也是啊 这童言他怎么想 这痘子一天天大起来 就像纸包着火一样 没准 哪天他还没说呢 单位领导同事就看出来 你说这多被动 哎呀 单位领导同事会怎么看童言 可不是吗 嗯 哎 前进 邵老师 哎呀 哎 你也来钓鱼啊 嗨 这儿啊 我老地盘了 哈哈哈哈 哎 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啊 啊 来帮我拿着 好 我不常来钓鱼 啊 对了 我听说您跟师母旅游去了 嗨 干回了 哎你怎么知道 哦 听童言说的 是吧 是是是 哎 最近 童言工作 还行吗 童言就是个做主播的了 不仅是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他 而且他特别的有观众的 是吗 哎呀 太好了 哦 只是 可惜了 什么可惜了 什么可惜了 啊 你说什么 别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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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他也说可惜了 难道他知道童言怀孕的事 可惜 难道只康帅病重的事 康老师知道了 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真的是说童言的事吧 康老师 啊 是这样 有些话呢 如果我说出来我怕对方接受不了 但是如果 我不说吧 憋得我心里又憋得我 你说我说还是不说 哦 这个啊 哎 那得看什么事 前进 说说看 康老师 啊 反正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应该有敢的面对你 对吧 怎么 你知道了 你也知道 哎呀 我是他的父亲 我能不知道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 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 积极配合治疗的话 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的 慢着慢着 你说什么 什么病 什么意思啊 康帅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 哎 没有啊 好好的啊 没问题啊 这么说 最近她的势力又恢复了 好 是这样的 康老师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想 童言跟康帅怕你们担心 没有告诉你 前进 你搞得我是一头雾水 你现在别说什么眼睛看得见看不见 你说干脆得什么病 你跟我说清楚了 我要是告诉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好 我 我要是告诉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蛮怀孕的事情 这算是一个苦肉计吧 但是没想到之后 大家伙如此的关心 特别是这个前进 是不以为力的去联系医院医生 反倒是啊 让这个童言和康帅 越来越奇虎难下 为了能够掩人耳目 把谎原下去 他们俩呢 不得已在医院剪了一张别人的CT片 来蒙混过关 但是呢 却没想到一系列连锁反应 导致医生诊断出康帅得了脑癌 还是晚期 更没想到的是啊 这阴差阳错间 康帅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 这对老人来说 那无异于是一起晴天霹雳呀 那么接下来 红颜康帅这对小夫妻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谎言 他们又该如何去收场呢 而田园回娘家之后呢 婆婆呀 就一直是为此事而自责不已 不断的劝说前进 回去接田园回家 但是前进田园 他们两个人性格都很强势 都较得近 谁都不想首先去低头 夫妻二人呢 原本是幸福甜蜜 但现在似乎是渐行渐远 裂痕越来越深了 那这两人 究竟能否修复他们的感情呢 而另外叶子和新邻居李树 通过相处呢 也多了一些了解 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情感 那叶子和李树 他们的故事又会如何继续呢 请别错过我们的第九集故事 你说他真的想 我说今天晚上叫你去 在家里吃饭怎么样 我叫你长了好久了 原来就在你这儿了呀 不是 不是 你把人先进办了 救救我儿子 做家长的一定要坚强 不然会影响孩子 爸妈拿你跟国宝似的麦芳兰 天姐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管天园公体 不是 你去她干净 我和前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全都谁要为你 快 快 快 未婚了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